多想某一天 往日又重新 我们流连忘返 在北家 谁流连忘返了 买谁来谁来 这个放羊的汉子叫苏武 大汉朝出了名的第二倍光摩 他的倒霉人生得从他爹那边说起 苏武家三兄弟 他排老二 他爸爸苏健本来是个将军 后来在漠南大战中败 被一脚踢出了高干许烈 此时苏武刚参加工作 是个职场小透明 先是当公务员专职陪皇帝唠嗑 没多久又被调去养马了 你懂个屁 这就为大汉军事力量做好后勤工作 其实他也想干票大的 这哪哪哪都是人才宝贺 外交有我 走证有我 以及我 公元前一百年 养马专业后苏武 当来了新的工作机会 汉武帝给他封了个中郎将 相当于把一个大头兵 直接提拔成军区警卫司令 然后派他带个队 把一群在汉朝蹭饭吃的匈奴人给送我院 本来是挺简单一事 可苏武却被匈奴扣起来 就是荒唐的一批 你一处模范 就挺意外的 来说好好的回不去了 然后他就被拆到贝加尔湖放羊上去了 公养啥时候生子 你啥时候回家 愣着干啥 你俩干净事啊 就这样苏武在贝加尔湖定居 放羊 中途老伙计李灵来过两回 第一次上门 李灵劝苏武投降匈奴 苏武拒绝了 公养怎么可能生仔 咋就不可能 我跟你说已经有进展了 几年后李灵又来了 这回他是来报丧的 皇上下帮呢 皇上走前有没有说点啥 这么些年他到底 说了 挨够 几年后匈奴搞分裂了 又想起来跪下汉朝 汉朝这边就顺势把苏武从羊圈里捞出来了 你再晚来几天 我就做到了 就这样 苏武结束了与羊群的同居生活 回到阔别十九年的大汉 他回国没几天 苏武又谈上事了 他儿子交了个损友 稀里糊涂变成了叛军盟友 苏武也跟着被关进监狱 理由同上 你一同谋伞 就挺意外的 等等 这台词咱俩是不是练过 交了一大笔赎金 才被准许回家 闭门思过 直到汉宣帝上尉给苏武官复原职 赐了官内侯爵位 还帮他找回远在匈奴的另一个儿子 让他体面的安定年 公元前六十年 苏武去世 他忍辱负重九居苦寒之地十九年 却从未忘记国家和使命 是真正的民族英雄